杜海涛和史蒙诚终于结婚了,快来看看他们正式官宣幸福的这个时刻吧 就在2月17号的那一天,网络上传出了一条令人值得开心的消息 那就是杜海涛和史蒙诚两人,这一对已经长跑了九年恋情之路的小情侣 终于在这一天官宣了领政结婚 从史蒙诚分享出来的动态中,能看到了,他先在文中说到了天上的喜缺叫乖乖这一句话 随后分享了多张幸福的照片 而且在他分享出来的照片中,都是他和杜海涛在领政时的幸福见证 让无数网友看了都纷纷表示羡慕 不过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了,在史蒙诚分享的第一张照片里面 在他们背后的桌子上面,竟然有着一个十分抢眼的数字 他们用玫瑰花摆出了3170的这一个数字 然后有深入了解过他们的人都知道 这个数字正好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 并且了解过史蒙诚的网友们更是知道的 其实在2月17号的这一天,刚好还是史蒙诚的个人生日 因此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官宣领政 实在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日子 而且能够让人看到了他们是非常的用心 然后在你的心目当中 如果你也认为这件事情是比较值得祝福的 那么请在视频的正下方处 长按三秒钟的点赞 给他们这对浪漫夫妻一个鼓励的称赞吧 毕竟在他们的这对夫妻当中 杜海涛曾作为快乐大本营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也是给观众们带来过非常多的欢乐 而且在另一边的史蒙诚 作为遗乐圈中的一位人气女明星 在这些年来更是越来越受到观众们的关注 而让她的事业也开始了蒸蒸日上 随后在他们分享出来的领政照片中 能够看到两人都身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衣 以及双方手上都拿着那个喜庆的红本子 他们在每一张照片中都洋溢出了灿烂的笑容来 而让人看到了他们的那份满满幸福感 然后有的网友就评价到了他们 果然恋爱中的人才是最美跟最可爱的 而纷纷羡慕着他们的那种幸福状态 并且不仅如此 当他们的这条结婚消息官宣出来后 不少的明星们也纷纷前来送上了祝福 而纷纷表示了恭喜他们的结婚 可见对于杜海涛与史蒙城的官宣领政 大多数人还是非常看好他们的 以及许多人都表示了十分的开心 因为对于不少杜海涛的粉丝们而言 他们已经期待了将近九年的时光 当中有一部分人都认为了他们是不会结婚的 而且在他们的这段恋情刚刚曝光的时候 网络上还曾出现了非常多的争议 很多人都对于他们的恋情存在了诸多的不同评价 毕竟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两人在娱乐圈中的名气差距很大 很多人都不怎么看好他们在一起 只是当时间不断的向前推移 以及当那份恋情不断惊起了讨厌 还有两人在娱乐圈中的名气差距变小后 不少人才渐渐认可了他们的这一对情侣 并且他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还时不时又晒出了他们的浪漫小幸福 两人经常到处去旅游 并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浪漫 然后对于他们的这一次突然官宣结婚 其实在前段时间中就已经有过预兆了 记得在过年的时候 当时杜海涛和自己的家人们 还去到了女方史蒙城的家中过年 场面一度是非常的热闹 而且还有在最近的前几天里面 更是有一部分的网友们 在民政局大门前偶遇了他们两人 因此算是验证了古人们常说的一句话 那就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就算他们不主动官宣出来 迟早也会让所有人知道这件事情的 那么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对于杜海涛和史蒙城的官宣结婚 有什么不同的个人看法和评价呢 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 欢迎订阅所有人的官员 请订阅所有人的官员 为了杜海涛和史蒙城的官员